独媒特约报道,韩国瑜昨晚,1月11日,于卫处高雄的全国竞选总部,举行开票之夜大会,近3000人参与集会。 随住蔡英文与韩国瑜的选票逐渐拉大,场内开始健感失落,连声呼喊没可能,坐于最前排的中粉更是激动落泪。 韩国瑜近晚上9时承认努力不够致落败,表示星期一会回到高雄继续市长工作,随即宣布结束开票集会,更取消原定中外记者会。 韩粉事后仍不愿离开,续停留于党部门口,轰蔡英文赢得不光彩,要求验票。 开票之夜开始时,已有约千人到场参加,舞台前坐满了韩国瑜的忠实支持者,为后座的位置上有很多空位,但大会却宣称坐无虚席。 大会场上于入口,党部门口及舞台三个位置设有大屏幕,屏幕上播放由中天新闻的新闻直播。 当点票结果开始陆续公布,蔡英文与韩国瑜的票数。